大家好 欢迎来到Mets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我们这个MySQL中查询的正则查询 那接着呢这节课来往下学 来学习一下我们的新知识 就是我们的MySQL的运算符 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运算符 对我们的操作数来进行运算 之前呢也一直用过我们的运算符 像我们写SQL语句的时候就用过 像等号啊加号啊 这都属于我们的运算符 那接着来看一下MySQL中给大家列的常用的这几类运算符 像我们的算术比较包括逻辑 其实呢还有未运算符 那未运算符呢在这没有给大家说 因为用的呢不是那么太多 那首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一下我们的算术运算符 那算术运算符呢比较简单 像加减乘除 包括取余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试验一下 可以写上一个select 1加1 得到的是2 接着1减1 2乘4 3除8 这都是比较简单的算术与算符 同样的在这给大家说一下 MySQL中也支持数据类型转换 写成一个1加上3 My字 结果应该是多少呀 对看到结果是4 但是呢产生了一条警告 我们可以通过show warnings 来查看我们的警告 你看到 写上一个刚才的效果 1加3My字 在show warnings Turk的incorrect double value 3My字 但是呢得到的结果是4 证明 把3My字转换成我们整形的3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如果你要对 你写成一个3除以0 这时候结果得到的不是0 而是no 当除数为0的时候 结果为no 这一点需要注意 你可以使用这种除 也可以使用我们的DIV的形式 你看到 可以通过这个DIV 3 DIV 0 效果和你的斜线是一样的 写成一个3或者4 DIV 2 结果是2 包括取语 你可以写成一个3 对8取语 可以通过百分号实现取语 也可以通过3 MOD8 结果也是3 这是我们常用到的操作符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对于no进行运算 结果是no 不论做什么运算 结果也是no 你写成一个selectno 加no 结果还是no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我们的算数运算符 比较简单 那接着再来看比较运算符 那比较运算符呢 其实这些我们之前都学过 那这时候呢 换一种形式 来教给大家如何来用 记住 比较运算符的结果 只能为真 或者是假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 写成一个select 像1等于1 结果为真吗 是真 你写成一个1 等于字符串的1 结果也是真 那你再写成一个1等于2 结果是0 0认为是假 这个呢代表的是真 那现在你来看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select 假如说你要从学员表中查询用户名 接着再写上一个username等于king 看的是否为真 from student 查询的结果 你看到所有的用户名查询出来了 只有等于king的这一列 它代表king等于king 值是1 返回的结果是1 其他的不等于的时候呢 都为0 这是我们的等号 那接着再往下 你再看不等于 那不等于呢 就判断两个数 两个字符串是否相等 你可以使用这种情况的不等于 简单的把刚才的形式变换一下 就可以加上一个碳号 那现在就除了第一个是0 其他的都为1 相当于一个取反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看 还有什么呢 像这种这种的等于 判断是否相等 可以判断这个值是否等于呢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select 先看一下我们的cmsuser 这都是我们已有的数据 看到在年龄这一列 是不是有一个non值啊 对吧 包括我们的sex也有non的 那现在呢 我就可以这么来写 查询一下select id username 包括age 和sex 再查询一下 age等于non的 你直接这么写 你看一下是否能检测出我们的non值 fromcms的user 这时候你这么写是不可以的 那接着如果你要通过这种等号呢 就可以了 等于non 你看到只有这一列 它的值为1 包括你想写sex 也可以来检测 是否为non值 sex等于non 大写小写 大写小写都可以 你看到 后四项结果为non 因为真正的这个sex它也是non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我们这个等号 之前呢 也给大家说过 那再往下 还可以用大于 大于等于 小于 小于等于 来判断是否大于 判断的结果呢 也是真 或者是假 就拿我们的这个 学员表为例 学员表中的分数 如果大于70的 代表的是 获得奖学金的 你就可以这么来写 select id username scal 接着scal 大于等于70 from 写生一个 student 你看到 返回之为1的 证明了 它大于了70 大于等于70 证明获得奖学金了 其他的为0的 都代表 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大于等于 灰了 小于 包括小于等于 都是一样的效果 那再往下来看 看一下 is not 或者is not 来检测 是否等于空 那这时候呢 还是拿刚才的例子 检测 age字段 是否为空 就可以这么来写 select id username age 或者是 age is not from 我们的 cms的 user 你看到 age为not 只有这一条记录 那is not not 正好是相反的 你可以来测试一下 这个呢 我就不一个一个给大家写了 你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is not not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再往下 还有这个 between and 包括not between and 会了一个就可以 判断是否在范围内 那接着我就可以来判断一下 获得三等奖学金的 和一等奖学金的 之间的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 就是获得奖学金的 或者说判断某一个人的年龄 在某个范围内 你就可以这么来写 between and select一个 写成一个 id user name age 接着写成一个age between 大于等于 10 and 30 from 我们的 cms的user 你看到 符合这个要求的 21在 不在的都为0 其他的 在的都为1 那not 值呢 结果就是not 这样的一个效果 来看一下 检测的结果 只是真 或者是假 1 或者是0 那接着再往下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 in 或者not in 判断某个值 是否在一个固定范围内 那现在我想检测一下 我们年龄 是否有30 40 50的人 就可以这么来写 或者检测 检测 21 31 41 的人 就可以这么来写 select id username age 接着写成一个age in 21 31 41 51 的人 from cms的user 你看到 只要出现的值 21在 返回的是1 不在呢 返回的是 0 当然你可以这么来应用 也可以单独的 你写成一个select 写成一个1 in 123 结果应该是1 那你要写成一个11 in123 结果就是0 效果是一样的 可以单独来用 也可以在你的色口语句中 结合起来来使用 那not in正好是它的取反 我就不带着你来试了 包括我们的like 或者not like 简单的带你来测试一下 你可以查询一下用户名 select 或者你直接来简单写 写成一个 s like一个 下滑线 那这是可以的 字符串的s 你看到 代表的是一个任意字符 那接着你写成一个sd 你看到返回的就是0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你也可以这么来写 select id username 接着写成一个username like 四位的用户 from cms的user 你看到 唯一的 结果是一的 它都是四位的用户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like not like正好是取反 取反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最后是一个正则 正则呢 我们也学过 你可以简单的写成一个字段 正则写成你的正则匹配形式 那我们可以来写成一个 select id username 接着呢再写成一个username regexp 匹配形式呢 是以t开始 必须以t开始 from cms的user 你看到 以t开始的 这三个是以t开始的 结果返回的是1 其他的就比较简单了 当然你单独来使用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的比较逻辑运算符 这是我们的比较运算符 那接着再看一下逻辑运算符 那逻辑运算符呢 我们用过像and或 接着还有这个取反 也就是非 逻辑非 还有是逻辑抑抑 那这个呢 简单的来看一下就可以 之前呢 我们也写过 除了这个非和抑抑没写 你可以写成一个1 and1 结果是 1 或者你写成一个2 and2 结果是一个真 那接着再写成一个2 and的0 结果是0 再写成一个2 and的no 结果是no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同样的或 我们也写成一个1 或上 1 1 或上0 接着再写成一个1 或上no 0 或上no 你看到带no的结果都为no 那接着呢 只有两个都为真的话 结果才是真 否则呢 它结果是假 而或呢 是有一个为真 整个结果就为真 那接着在这儿 你看到 1 或上no的时候 记住 或 它为真了 整个结果为真 而这儿 结果不是no 但是0呢 或上no的时候 0是假 接着会执行到它 所以说结果才是no 相当于我们短路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你再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selectno 按的一个1 结果是多少 对 是no 同样的再来写一个取反的 写成一个 碳号1 碳号0 碳号no 看到结果 1是真 取反之后变成0 0是假 取反之后变成真 那no呢 结果还是no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我们的逻辑运算符 最后还有一个xor 和我们p2p中的效果是一样的 简单来测试一下就可以 1 xor 0 0 xor 1 接着写成一个1 xor 1 写成一个 0 xor 0 0 1 xor 0 0 1 xor 结果看到 两个不同为真 或假的时候 结果是真 否则呢 结果就是假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 在我们的买sirco中 也有运算符的一个优先级 当这么多运算符结合起来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以下给你列这个表 看到我们的优先级的一个顺序 那优先级高的呢 会先被执行 当然呢 你可以通过括号来改变我们的优先级 和peerp中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 不难 那这节课呢 我们的运算符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